小贼 我呸 还一定要抓住小贼 抓到姑奶的我试试 半点本事都没有 灵儿回来了 这怎么了 不舒服 没事 饿的 真没事啊 别总跟邱婷在外面闹啊 今早宋大人过来与我告状 他那侄儿在花楼 花楼 花楼怎么了 你把人吓到不敢出门了 前几日 你扮男子闯花楼 不是误入房内打断了一场 大戏吗 还没怪他 还会整真眼呢 来 真是奇怪 你得罪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 除了这宋大人 竟然也没谁找上马 说明 他们也知道自己欠锤 难道不是吗 好了 这是到此为止 下不为例 这是你嫂子亲手给你做的兔子包 尝尝 来 我试了好多次 才做出来这么几个 你大哥都没有呢 可爱吗 大嫂 你总是把我当小孩 不过这个小兔子真的好可爱 我很喜欢 我都舍不得吃了 我要把它留起来 你不吃我吃 真好吃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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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回来了 我们还以为你要在荣府用膳呢 荣府正在忙 明日詹兴节的事呢 我也不好啊 偷扰太久了 爹 我想去 你去干什么呀 你又不信占星 你想去捣乱哪 怎么会呢 你还怎么会呢 你是爹的种 你眼珠子一转 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 不许去啊 是 对了 今日 我又见到荣裕了 我更加确定了 此等良人难寻哪 所以 凌儿 你和她的婚约 没得商量啊 免得你日后后悔 还以今日 亲手我就谢 不管他是嘉林第一公子 还是占星管少管主 我就是不喜欢 别胡闹了 我没胡闹 灵儿 像荣誉这么好的夫婿 论品行论长相 这世间无人能比 错过可就没有了 反正别的事 爹可以纵你 这件事 绝对不行 灵儿 九灵儿 这 这我也没说什么呀 怎么就生气了呢 宗明 赶快吩咐后厨 做几样小姐喜欢吃的 送到房间去 快 以后吃饭的时候 都不要说他 是 是 对了 最近啊 都把他看紧了 尤其是明天啊 别让他去占星节闹去了 是 等占星节过后 我找荣大人 赶快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了 免得节外生枝 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 但长幼有序 二弟三弟也该成婚了 不过还好 清醒就要从北地退守回京了 到时候和秋婷一起 找一个合适的人家 把婚事给办了 想来清醒是不会反对的 我反对 反对无效 吃饭 爹 你们不能为了让九鼎 尽快嫁人 就这么随便对我 来 给我盛耳汤 爹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看看我 你怎么回事啊 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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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入场派可是我好不容易找兄弟求来的 兄妹其心 其力端金 这一次偷偷把你给放出去 我可得挨一堆好打 你就等着看吧 我不把占星结角的天翻地覆 让他们容家人穷着上门推进 我就不回家 你自己小心点